- 其实99是前百分之五的牌- 因为99给你的想象中是好像在中间的那样一样的牌 - 那我们看见Samuel Greenwood在这边只剩下连小毛十分之一的小毛- 就是十分之一小毛 - 对 然后被勉强了 翻牌前是All-In 然后呢这边我们看见枪口加一的位Soyza 他是加注到45000几分牌 - 那Dennis Mix 这边他的筹码只能够15个大毛 他可能不会防守50铜花 - 因为通常来说... 因为50铜花当然正常的时候都会防守啦- 可是因为他现在筹码需要好好地珍惜一下- 他还是要选择跟注吗- 3-1-4 total - 好 我们的Dennis Mix 还是选择跟注- 因为那就是很多数字 - 那我们看什么的Dennis Mix 这边如果在这个翻牌上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 如果Soyza选择3倍的话 我相信Dennis Mix 应该会直接All-In - 那两位玩家都过牌- 这个转牌- 战时Soyza还是领先- 你都没关上bell谢谢 那我們的Smith現在沒有開牌的架子 可是卻有無限的可能在這個River 那Soyza的牌很大 可是他沒有擊中任何的對子 這邊會是一個比較困難的決定 那這邊Soyza選擇了跟著 那我覺得Dance Smith有可能要Owin試著來偷這個底子 因為我們的Side Park 現在中間大家看到2萬3的數字是 Greenwood如果贏的話他可以拿到的籌碼 那Side Park是16萬8 那死錢非常的多 那Dance Smith已經完全沒有開牌的架子 是不是會來嘗試做一個Bluff Owing呢 那這邊我們看見Greenwood為什麼可以贏那麼多的積分牌 而翻牌節只有一千積分牌的 是因為有一個潛注 這個潛注是大忙負的 那這意思是說這個潛注裡面 如果這個牌是Greenwood贏下的話 他可以拿下這個潛注的2萬 我們在短牌裡面看到 只要沒有show down value的話 一定要bet 那在這邊呢 我們會不會Smith也選擇一個 bet來投機 那這邊Smith下注5萬 也是一個差不多3分之1的下注 如果Soyza改掉的話 Smith有10HIGH獲勝了 Thank you 哇我相信Soyza應該會很生氣 應該不是很生氣 他應該很氣自己 為什麼沒有跟著 可以支付我支付欲 클�어嗎 是保護客 fazer要ジャ stones嗎 OK 是 waiting 我們的伯諾摩 直接O-in 那我覺得David 也是跟住 這個是A7小 再大嗎 算是非常大的牌 我們的傢伯諾摩 擊中了一個三條 那我們的David 從三個奧子變成四個奧子 這時候可能要站起來 比較容易中吧 站起來多10% GG 我們又損失了一名玩家 我們的Michael Soiza 有一個Pocket Queens 跟我們的Niche O-in 那我們還是想 我原本是想幫Soiza加油的 如果這一把Soiza輸了 他就會變成場上的最短碼 OK I'll try something else no cream You guys are just some crazy motherfuckers 好 我們要收一下QQ輸個A3 有點可惜 現在只剩下一個大盲的樣子 可以告訴我我可以做這個嗎 可以告訴我我可以做這個嗎 好的 我們的Michael Soiza O-in 3個大盲 80銅花 那我們的Dominish 這邊有一個Pocket Aces Soiza加油 你還有22%的勝率 他剛剛QQ輸給A3 那80銅花會不會還他一點EV呢 Come on Dom You can do it 我們轉牌可能要來一張6 9 或是梅花 我的Michael Soiza才有機會 有一個Battle Flush 18%的機會 GG 我們的Michael Soiza 成為我們這場比賽的第九迷 沒有獎金 我們的Foundtable是九人桌 Sam's the only reason I haven't played That's why he started playing less She's never realized this 好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Dominic Nish在 槍口加三位 拿到了一對十 選擇加注到五萬五千 目前的盲注級別是一萬 兩萬五 錢注兩萬五 BBM體制 這場比賽一共吸引了48手買入 每一手買入是200萬港幣者 目前我們還剩下9名玩家 進入Final Table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專位玩家拿到了 X-King Offsuit Smith他現在也是短碼 只有四十萬 那這邊也是一個Easy Call Pocket 10應該也是一個輕鬆的跟注 一個Easy All-in和跟注 Easy All-in和注 Dance Miss 能不能翻配呢? Dance Miss 能不能翻配呢? Dance Miss HIGH FIVE KRISKA Dance Miss Tr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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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16BB的OE 直接在翻牌就发出了一张K 那我们的Dominic现在是只剩两张十的二次 输掉这个POD之后两家的5球马会接近 被没有任何改变 依然是两张十到五的权益 两张都中了 我们的Dance Mix double up到88万的筹码 将近三十四个大盲左右 我今天有跟观众讲 就是我今天在转播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跟很幸福 因为可以看到这一群打得这么好的人在一起打牌 然后又可以在一边转播 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那谁呢就问我 那不发你工资了 我说工资还是要的 是 你既然这么享受的话 真的是可以不要工资 不过其实我们能在这里 底牌可见看他们一群顶级大神 这样子的一个交手 并且是以一个强制的姿态 去强行看他们整场比赛 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的Dominish没有open他的A7不同花 不同花 那...Ponoma这边有一个2-over-card带一个Gasha 那... 这边他会选择check或选择下注 都是一个... 我觉得都是一个正EV的事情 对 那目前的牌力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 那Dominic也知道自己的Ace High 很有可能在这种结构上是领先对手 他也不用去做太多的保护 好 我们的Ponoma现在已经是拿到了Nuts 那现在他想的是 该怎么打 我觉得下一个 像这种结构 我觉得选择下注50% 因为你这边下注30 跟下注50 是差不多 可能会下注50 下注7... 60...66 对 这边 让对手有一些成长空间继续的跟注 就是支付 支付...支付那个...架子 所以其实在... 在玩家下注的时候 通常不是为了一个注码的数量 而是根据对手的手牌范围 来决定自己要下注的尺寸 哦哦哦哦哦哦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对River 我刚刚说如果来张六就有意思了 这里 对于Dominic来说最差的一张牌出现了 这张六 给了他 一张七成顺的一个牌 但是对手是一个上顺 他这里会想我输的牌 再输7勾 输7勾 输 勾圈 那我觉得这把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没有办法确定 Bernomen到底是要Bait OverBait呢 还是他要Check Race 如果要Bait的话 应该会打一个比较大的Size 让对手支付 可是 他必须也要想说 对手没有一些牌是miss的 对 我觉得如果Bait的话 应该是OverBait 这里可以看他对对手的判断在截斗 因为 对啊 对 因为在结构上 我现在想了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倾向于OverBait 因为 因为 在这个结构上 对手 没有这么多的顺子 所以很有可能会 会在 会在River就直接Check掉 对 他直接选择跟住 21万 好在17万5的 底时下注了21万 看到了对手的上升 他觉得有点后悔打太少 对手 那我们的BONOMO在这边有一个 不错的 骑士手牌 那位置也还OK 在倒数第二位置 那有效筹码也还蛮多的 这边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跟住 对 在后置位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跟住 不用把翻前的底子造得太大 特别是这我牌是特别适合玩一个翻后的游戏 用一些优秀的结构改 缺个牌去跟住前置位的下注 然后利用位置游戏 以及手上的优秀结构 去打一个翻后的一次 非常的好 两位玩家目前都击中了顶队 在17 8 两方片的 flop 两位玩家都没有方片 我可以说是都没有买滑的概念 在前置位过牌之后 波诺姆这里应该会选择一个下注去保护自己的顶队 做了一个75000的下注 在这里我们稳健的Jetton继续使用A圈 A10 在这里防守他的顶队顶踢 继续选择过牌 好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传奇扑克超好赛2019年季州战的主赛 200万港币买入 那这一把 在翻牌 双方都集中了顶队 那皮特军队是我们打的 在桌上算是一个比较 偏比较 紧的玩家 对 这样子的玩家不太容易犯一些错误 可能会在一些小的底池的对抗中被对手缓慢的剥削 但是一旦被他抓到一个机会 他是可以在很多时候 直接收下一个大的底池 好 佛罗莫支付了一个大盲 再来River 这把他损失了六个大盲 对 丙队输六个大盲 可以接受了 对 好 那这边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哈克森在 UTG Open的K9童话 是我 不会玩的牌 你会玩吗 我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K10童话我会啦 K9童话我就可能会 想说 有点太松了 那 我觉得 也有一些原因可能是 我们哈利波特他的 筹码稍微 也比较健康一点 对 那在比赛中 筹码健康 同时也意味着 你手牌范围可比 平常的时候稍微多晚一点 就像刚刚的Verguson的PK7 大概20个大盲直接盖掉 那我相信Verguson如果他有 200个大盲的话是一定是秒扣 可能50个大盲的话 可能就可以去玩 因为你才有办法实现你这个牌的价值 对 不然你冒一个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20BB 你跟住你十分之一的筹码去抽一个 去抽一个三条 没抽中少了2BB 也代表说下一次翻倍你就 少了2BB 就等于少了4BB 对 所以 每一个阶段的时候的筹码 比较少的时候必须好好保护自己的筹码 可以看到这手牌两位玩家都击中了对子 直接在TEN上的一张5 是对我们的枪口位玩家 直接实现了反超 我们的Smith现在是拥有82%的盈率 那Smith后手大概还有 36个大盲 37个大盲左右 我们拥有92万的筹码 目前在 底池中是有25000 那我们的Smith选择了Check 那Huston这边有一个顶对K 那在这个结构上 很有可能会继续下注 可以继续下注 因为对手可能会有一些 像他像 我们要看队友是58 代表说他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6、8、4 有一些继续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这边可以去做一个 让对手 让对手 继续便宜买的一个注码 那我可能会选择下注一个7万再转拍 那我觉得Check的话River也会是一个 那我相信Dance Smith这边 会应该做一个价值下注 虽然一张就沉 顺 可是对手在UTG 不太有这么多的6的范围 我猜会是一个15万左右 蛮大的一个价值下注 对 因为这里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我们的枪口位是很难有一张6 因为如果你有6的话 你几乎只有两手A6和66 在这里是可以在Flop做下注的 我要选择下注40% 我是会下比较大一点 去抓对双的不相信 对吗 对啊 可是这边的这个BED也算是 蛮精准 如果下这么大对手可能就不可能 这个SizeKP可能会梗 这是给对方一个数学上难以拒绝的一个注码 对啊 他选择跟注 那 在当下要选择下注15万 我可能没想仔细 现在他下了8万5 我回想 为什么会下8万5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 哈斯顿在转牌做了一个check 那现在Dominish对到UTG的Race 其实8-8很尴尬 因为这8-8就是 对UTG来说 并没领先太多 不领先 不领先太多 对 就是可能差不多 强度比起来差不多 所以他没有选择all in 他只有10个大盲 他也没有选择all in 对 可是我相信如果 闪掉一些高牌的话 他会跟对手打完 这个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定心了 嗯 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定心了 就不管你范围是什么东西了 呵呵呵 在后手筹码跟底池1比1的时候 他现在只需要考虑的是 我如何分步骤 把所有的筹码放进这个底池里 那Mergus现在也会同时在想说 对手的范围有什么呢 那他的A勾 其实领先的对手很多的抵抗范围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会试着下一个小小的住 假设被跟他可能就会放弃 我觉得check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 对 因为可以看到 这里大盲位 对一个枪口位的防守 而且是一个枪口位 加住8万5千的一个防守 他的牌力应该是不错的 可是因为他充满比较少 只剩10个大盲左右 其实他有一些10勾啊 一些90啊 这些牌都还是有可能会选择对 因为我们知道是 越是筹码量少 你进去之后的黏持度是越高 你一旦击中就可以直接 直接打完 对直接打完 所以很多玩家会觉得啊 我筹码量越来越少 很多牌我就不玩 其实按照 现在比较先进的一套 数学留言来说 你筹码量越少 你的大盲位需要的防守空间 是越大的 对啊 中一张就跟你拼了 对 球翻倍 对 那我们的Domitius 选择在转牌主动下注 5万5千 那我相信他这个下注的原因 应该是他不想要在River 看到5 7 10 或者是一些Diamond 或一些Kill Asian的牌 就是Kill Asian就是 可能开一些牌 让对手慢下来 对 其实这张9就有让对手慢下来的 的机会 所以他也试着希望 对手有一些牌可以支付 因为这边可能对手有一些 呃 实实勾勾 可能不一定啊 可能会有一些牌 可能就 不会继续打了 因为 开得太黏了嘛 他们要保护 然后River 可以很简单的跟住对手的一个bet 所以他担心对手 有check过去 所以他这边主动下注 对 那Merguson这边应该是没办法抵抗了 因为他知道对手在BB位置 只剩下后手这么一点点筹码的情况下 依然在tend上选择一个很小的下注 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讯号 他选择继续去便宜的看 因为这里Dominic也是给了对手一个太好的赔率 一个太好太好的赔率 那这个时候在合牌出攻队的情况下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害怕的牌了 撞到99什么的就送给你了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 他应该在想说要 要all in还是要check check 这里应该是直接all in了 直接all in了 这个后手筹码比 check会 会把对手很多一些能有摊牌价值的牌就给摊下来了 他这里不能让对手有一个免费摊牌的一个空间 所以应该要选择all in 对 这个后手筹码比也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他的前面两条街已经是 给自己的一个后手筹码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投入比 那我觉得他在五秒钟之内 果然在五秒钟之内要all in了 那我的Vergus在后面只剩下12个大马 面对一个五个弹芒的all in 面对一个五个弹芒的all in 面对一个五个弹芒的all in 在这里知道这里已经不赢什么牌了 对手的这条line实在是 在他的这个筹码量显示的牌力是有点太强了 sparked手出现了 这个手 there 这人是一个筹码量的 当那一刀上的手 那是我们的手 有些手 Tomo直接All-in 他遭遇到了一手7-7 那这里是一个跟注 All-in Cover对手 那K9也是一个10BB的All-in-the-next range 对 他在这里有50个大盲的后手筹码 那么在后置位的小盲和大盲玩家都是短码的情况下 Oh 哇 这个flop 基本上是Join Dead 看转牌如果没有叠牌的话就 走远了 我们的Verguson在第9名出去 在拔人桌他选择在枪口位 开车夹住两个大盲 可以看到玩家们都非常谨慎 面对中智慧的家族 波能不能一手对巴士一定会做一个 跟注 对中智慧的家族是一定会做一个隔离的 那么对于枪口位的家族 他也对巴士谨慎地选择了一个跟注 来打一个翻后地尺 那相信在这个flop 我相信是都不会弃牌的 那对于Dance Smith的范围 他很有可应该是要选择Cbat 毕竟UTG他有比PONOMO有更多的K 那选择了个check 那PONOMO会选择下注吗 选择下注三分之一 去找一下自己的位置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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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Jey的Dance Smith 在这里 可以做一个标准的过拍跟注 我真的觉得 你觉得 啊 又是一张八 看来 有打坐有差 运气会比较好 对 PONOMO的运气 在这场比赛的运势是真的不错 那我觉得这边的八八 应该是选择一个小的下注 因为对手选择check hold这个flop 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多K 可能有一些勾勾圈圈 死死之类的 甚至有一些是A圈这样子 对 因为觉得在这样干燥的面 他的高牌miss也是需要抵抗的 下注12万 比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死死 应该也是会抵抗个两发吧 那我们刚才看过到了 Johnny的Moromo在IP Moromo在IP 其实有拿不是太强的牌 连续下注两次 在Riverr可以获得一些比较便宜的摊牌 对 Riverr掉一张死的话就精彩了 对 其实这里哪怕是TEN上不掉一张8 他在转牌的一个下注 也是可以有一定的意义的 因为他的转牌的下注 就是防止了对手在合牌 做一个激进的动作 也有点就是封锁对手在合牌行动的意义所在 这个在德州扑克的数据中 叫Freeze Action 去冰封住对手在合牌的一个行动 你觉得会来一个100万的OE 哈哈 不过那么轻易常常在Riverr 200%的下注 直接是一个超池 甚至两倍三倍的一个超池下注 那现在就是要抓对手的TopRange 因为对手你这边打小一点 对手会抓就是会抓 对 所以我觉得这边 打Olink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 对在这个干燥的面 相对而言是比较干燥的面 对手连续过牌跟住两条街 是有一定牌 就输一个KK 对 可是他当然不会去闪的KK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OE 对 我这里觉得他这里真的大概率 会选择直接一个Olink 就让对手猜嘛 因为对手过牌跟住两条街 手上一定是有不错的牌力 那同时 那一定也是不相信你这里 连续两盒接着下注 然后现在对手想超过三秒就已经赢了 因为如果是一秒跟的话就是KK 对 对 那我们之前看过 Jacky Bonomo在River两倍POP 上次我们看到他连续BRAV三次 都是BRAV 那这次又牌了 所以他也不一定每次的两倍POP 是在投机 总要有一些平衡的 总要有一些平衡的 对 选择了放弃 选择了放弃 好 看来是要换Debby Peters要Olink了 7.7个盲柱 这个牌是Olink了 在这个位置 他一定是会Olink了 7个大吗 对 并且是在一个靠后的位置 已经非常好了 真不要说QK了 JQ也要推了 K8同花 K7同花都会推 那Adam这边也是个Easy call 刚好撞到对手 有ACE 在他这个位置 只剩7个大盲的话 任何的对子 任何的带A 还有A2S A6O 都可以 K2S K6O以上 都可以去推了 所有的ACE都会跟吗 还是A2O会盖牌吗 A2O可能都会跟吧 会跟会跟 只要ACE就会扣了 对 对抗一个Cutoff的 7个盲柱的一个Olink范围 所有的ACE 对 因为他这里推出来的范围 是22加A2加 K2S加K6O加 差不多 圈9O加 狗9O加 看我们的David Peters 该不会要量了吧 他买了四手 还五手忘了 四手 四手 现在只要四张勾的机会 可以让他翻倍 对 喔 Devipeters 上天 眷顾了 他的 800万港币 可能是老天爷对他 有点心疼 选择做一个RACE 他就会 就是 6万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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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考虑 选择跟住 这是一手非常非常好的结构牌 他的后手球马已经是不足15个BB 这个翻牌给Pilis带来两头买顺的机会 拉锅牌给Bonomo 然后Bonomo也会看见这个面 会觉得比较危险 这是一个很潮湿的面 既有买顺又有买花 那么他这里无论如何是要做一个下注了 因为面对对手的过牌 他这里任何的成熟牌 都需要在这里做一个持续下注 选择下注6万的几分牌 正好是三分之一 也是两个大猫 他继续选择跟住 他继续选择跟住 应该是要强过他手里的4-4 我可以知道在锦标赛中 越短的后手筹码 继续粘迟 所释放的危险信号 需要被每个人注意到 大家在锦标赛时要尤其注意一些短码 已经在后手筹码非常短的情况下 在一些特定的flop去跟住你的下注 因为这样的跟住对于他们来说代价特别的巨大 继续选择秀 波诺姆也是可以感觉到了 对手的牌是比自己大了 而且很难偷掉 面对一个Adams加注 这里波诺姆是拿到了一对7 选择跟住 选择跟住 这里的Smith是面对一个26万抵住的死前 他选择放弃了他的大马 给Adams是一个 带给Adams是一个铜花听牌 那这里势必是会对波诺姆的一次下注 进行check call 过牌跟住 波诺姆这里的守队 在APP的面上也选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牌力 他目前应该是会考虑自己还是处于领先 在26万的抵制中下注7万5千 作为一个小的价值下注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守队7的牌力 这里Adams范围内有大量的两高张 这里一个守队7的下注是从这些两高张的听牌中 索取价值 我想让他们看到免费的听牌 在跟住之后 我们Adams看到转牌来到了一张5 那么他现在是由勾舞两队加AT角 依然是有一手强摊牌价值的底牌 在两攻队的面 他的A嗨踢角 依然是有很强的摊牌价值 同时他的A3红桃还可以有一定的发展 在合牌加强牌力道化 在这里波那么是继续下注15万 好各位观众我又回来跟阿同搭配来为你们直播 刚刚说我跑去吃个饭 可以看到我们的Adams继续选择跟住 现在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 来自我们保德台湾的大亨林成安 和阿同为大家带来解说 我刚刚没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个action 感觉应该是一个Adams open 然后Bonomo在卡洛平跟吗 对 在翻牌前是一个8万的加注和一个8万的跟注 然后在前面两条阶都是Adams 在flop是过牌跟注 然后在转牌 面对Bonomo的第二枪 是选择做了一个52万5000的 满持下注 我猜Bonomo这边是不会盖掉的 可是如果他跟下来Adams敢打River的话 Bonomo就只能盖牌 对 Adams在这里是 比较的难确定 如果他这里是选择一个跟注的话 很可能会在合牌遭遇第三枪 对 好 我猜错了 被打盖 因为他这里的确实有很多一些勾的范围 的范围 那我们的Peters 有一个King Queen 选择在UTG直接盖掉 那也可能是因为他后手筹码太少了 没办法玩这一个20%的洗手牌 对 如果这个牌是在装位或者COA拿到那就是毫无疑问的一个Ra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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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 要不要 保护自己的三影队呢 很有可能下一个5万的筹码 一个四分之一的主动下注保护自己的三影队 那如果Check被攻擊的話 他的三配可能就跟不太下來 這裡BONOMA也是非常非常 他也是非常非常 穩健的選擇了過牌的他的勾去 完美的隱藏了他的勾 我覺得現在他們打牌的策略跟剛剛的策略 好像有一點點轉變 就是他們會希望有辦法打到 攤牌 因為現在是BONOMA 所以在兩個人死出局才會有錢 所以現在他們感覺就算中了很大的牌 他的那些搏價值可能不會拿得這麼多 這裡Hexan是並沒有選擇在合牌下注 那面對這個兩條街的Check 他合牌應該是要跟住了 就是說在BONOMA已經前這位Check兩條街 他的合牌還不動的話 那麼面對BONOMA這裡合牌勢必會有一槍 對 可是我覺得三領隊可能跟不下來 但是因為BONOMA在前之位已經是連續的過牌 好了 又是一個超齒 可以看到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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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3万里面 在22万里面下注了25万 就看他的一对三能不能去抓了 我觉得是抓不了 我倒是觉得他这里很有可能会拿一对三抓 因为波诺莫的确是在这里已经是连续的失落 他在10上的那个check 是把他的排力藏得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是面对一个Hexem 是三条节的过牌 那么波诺莫这里极大可能说我下一个中注可以用一些很 我可以用手里全部的范围去下一个中注打掉你的明显被盖帽的范围 因为Hexem的意图已经被波诺莫发现了 波诺莫发现你这里既然是check了三条节 那你一定是如果手里有东西一定是准备call the三条节的 那我就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恶心的下注 你看他这里还在思考 他选择跟注 非常精彩的一次掩藏了他的勾的排力 波诺莫这一发是厉害的 River的一个overbait 对 因为这个等于就是挤压下注 把他在转牌本该去value的一枪打到River 那就是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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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那就是要说的